我們現在開始看的是我們的PART ONE PHOTOS照片題 在聽力測驗第一個部分我們有10題的PHOTOS照片題 1到10題 很簡單 它會在題本上給你一張照片 然後讓你去聽四個選項ABC珠 哪一個才是對的 這個雖然是在聽力測驗裡面比較簡單的部分 不過我們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它在這個部分線形設的特別多 四個選項選出一個對的 這是大家基本上的了解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拿比較好的分數比較高分數 一定要記住這種題目我們的照片題 應該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消去法 這個選項有三個是錯的 錯的選項一定是比較簡單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聽A的時候 我們的目標是要去找A這份選項裡面有沒有錯 A怪怪有錯對不對 B選項不太清楚 OK不是很確定 沒關係我們就放著 那接下來再聽C選項 C選項其實還蠻明顯有個地方錯 來我們C選項就排除掉了 那J也是一樣很明顯的錯 好那這一題根據我們剛才做的步驟 應該B才是你要的答案 OK 好這樣做的目的是因為這個題目裡面是充滿著陷阱 那個陷阱最常見的在我們Part 1裡面稱它為相似陷阱 A Similar Sound OK Shout Smoothie Shout Smoothie Number 1 Look at the picture marked number 1 in your book A Their suits are on the floor B They're waiting to check in C They're waiting themselves D OK,好,剛才那張答案是B,畢業的選項 好,一張照片是機場的,描述了一些人在check-in counter前面在等待 所以今天我們的答案是B,they are waiting to check-in 這個正確答案不會很難,但是我們來稍微看看他給我們的陷阱 OK,他給我們的陷阱 最大的陷阱是C選項,they are waiting themselves 好,這張照片很明顯的事情是在等待 所以正確答案是wait 可是呢,他卻在我們的C選項,來了一個動詞叫wait they are waiting themselves 乍聽之下,是不是又是相似音了 對不對,OK,又是相似音 好,OK,那你注意一件事情喔 雖然聲音真的又好接近,可是我們還是有個辦法 很簡單,就是呢,wait等待跟wait,wait是什麼?量重量嘛,對不對? 測量重量,這兩個動詞的用法完全不一樣 來,我們的wait呢,他後面不是接for呢,就是接to,對不對? OK,來,wait for somebody,wait to check in 可是呢,測量重量,喔,這個動詞 他完全不是這麼用,他後面絕對不會有for,不會有to 他會接的是名詞,對不對? OK,來,waiting themselves,他們正在量體重 OK,所以喔,雖然兩個聲音是很接近的,可是呢,他們的用法完全不一樣 我們又可以靠這個方法,來把這兩個辨認出來 OK,wait,wait等待絕對不可能後面接人 OK,我們不可能絕對說,wait themselves,不可能吧,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C選項,那個絕對不是等待 OK,一定是另外一個,所以來,千萬記住 我們的part 1 photos,如果能記住用消去法 每個選項去找他錯的地方 這樣我們來打體會比較順利 OK,好 IACHGoes 2 8 9 9 9 điều 感谢观看